国泰人寿网络服务线上开通,操作So Easy 不用出门,只要使用手机就可以开通申请 完成开通之后,国泰人寿将提供您网络24小时不打烊的保单服务 可以轻松完成保单内容变更、借款等线上申请,享受服务升级 马上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如何申办吧 在介绍流程之前,有两点要先提醒大家 一,只要是本公司满法定年龄的有效契约要被保人 且具行为能力者,都符合申请网络服务的资格哦 二,申请开通时,请先准备好身份证以及另一个身份证明 像是健保卡或驾照,还有银行账号 之后办理交易完成,如果有退款或给付金额,都会汇到这个账户哦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 双证件申办网络服务的流程吧 首先进入国泰人寿APP,点选我的里面的活动专区 再点选开通网络服务加电子单据 进入网络服务数宝介绍页之后 我们要选择的是双证件拍照申办 接下来请确认一下个人的基本资料是否有需要进行更正 这边有个小提醒,那就是若有本公司的服务人员提供您本次活动讯息的话 可以在这里输入推荐人资讯,这样就能够帮您的服务人员加油打气 完成后请点选下一步 紧接着我们就会进入到手机验证的步骤 请点选发送验证码 然后再依照收到的简讯验证码来进行输入 验证后请确认您的手机门号是不是用自己的名字申办的 并点选对应的按钮 若是该手机门号不是您本人申办的话 请务必点选非门号申办人 后续将会有专人另外进行电访确认 如果该手机门号是您本人申办的话 则请点选我是门号申办人 系统会进一步与电信公司进行身份认证 若是认证不通过的话 一样会有专人进行电访 再请您留意来电 接着我们会来到电子信箱验证的步骤 请点选发送验证信 再进入email信箱里面收取国泰人寿即发的验证信 点开验证信中所提供的验证密码 然后回到申请画面输入验证密码后点确认 这样就完成第一阶段的资料验证咯 再来要进行汇款账号的设定 作为未来线上交易有几付或退款的状况时可以使用 完成后请点选下一步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附加申办项目的介绍页 让您了解这次会一并申请的项目有哪些 在阅读相关条款之后 完成同意的动作就可以再进行下一步咯 最后我们就来到了证件拍照的这个步骤 请点选进行拍照 将手机持横向拍下证件证本 记得一定要让证件资讯栏位完整显示哦 然后请点选使用照片 透过蓝色裁切框框的拖拉 将不需要的部分进行裁切 记得不要裁切到证件上的资讯哦 接着请依序拍摄身份证件背面以及第二证件 千万要留意 若是证件资讯不清楚或是被裁切到 有可能就会导致需要重新补拍照 或甚至被推荐 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要再次确认 当证件都拍摄完成之后 请点选影像上传 只要看到数宝受理成功页 就代表整个身份作业已经大功告成咯 整个流程是不是非常简单呀 只要资格开通完成 就能享受便利的线上金融服务 举凡地址变更 投资标的管理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哦 让我们与您一起携手体验数位金融新服务 若有相关问题 都可以向您的服务人员 或是本公司客服专线进行洽讯哦